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0年2月8号 昨天公布了武汉的医生 第一个发现武汉行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生 他当时就已经发现到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发出了警告 他是吹敌人 就警告大家说现在发现这个 他的警告是怎么样 其实很简单 他是说已经发现这个病毒会大流行 流感嘛 感冒都是会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病 如果说你稍微懂一点流行性病学的话 你都会知道 连做广告的人都知道 广告就是要利用流行性病学的扩散原理来发展 那中共既然共产党不是都有什么宣传部吗 统战部吗 他们这些人在搞什么呢 他搞的就是流行性的这种 这种招式 可是这个人他在公开发表的时候 居然被政府有关单位叫他闭嘴 不但要叫他闭嘴还要叫他写检讨 说他造谣 我就觉得说 那个共产党不是中国大陆不是共产党统治吗 一党专政吗 他不是要党领导枪吗 党领导就是军队嘛 那没有错 因为要要要巩固国防嘛 可是你要党领导一切哈 你要是外行领导内行 你要把技术官僚要放在很高的位置上 今天这个病疫哈 这件大灾难 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是一个医疗技术性的 不是政治问题 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医生他也不是有站在什么政治角度 也不是想要叛国 也不是想要造谣 想要造成混乱什么 他是根据显微镜看到这个病毒了嘛 已经有一个新病毒出现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警局上你发现一个新物种 你告诉你的长官说 我看到那边有一只麒麟 你的长官说 把他关起来 这个人他妈有精神病 是这样子吗 切利略当年发明望远镜的时候 发现到地球是 地球不是 这个星体不是绕着地球转 是地球有次转 还有公转 地球是圆的 他是靠那个天文望远镜 他发明天文望远镜 他发现这个 结果他发表这个学说的时候 这个教会 教会已经准备好那个柴火 准备好狮子架 准备把它钉在里面 活活烧死 那这一类的 像达尔文他发现那个物种元起论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是传教士 所以他发表的时候 差点也被人家弄死 也被宗教弄死 由此可见 共产党跟宗教 有很多地方太相似了 甚至还可以讲说 不相信科学的宗教 都是邪教 这个例子就是这样 我看了 我不是想要批评共产党 我也不是什么 要批评 我只批评这件就是论事 我想说 你既然共产党 是自认为自己是 笃性科学的 笃性实践的 实践检验真理 你今天一个医生说 发现了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直接叫他闭嘴 你不去找第二套班子的人 下去说去研究 他发现这个有病毒 一种新病毒 你赶快找那个相关的 你的党里面的科学家 去研究这个病毒 有没有 他讲对不对 这才是重点 不是先要他闭嘴 说他造谣 要他写检讨 要他怎么反省 要他承认错误 错误什么 一错误现在死了那么多人 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愤慨 我不是只有愤慨中国共产党 我还愤慨 台湾也是这样 台湾的政府也都很多无能的家伙 也都是这种败德的家伙很多 不管什么角落都有 从什么军队 从国防部 到文化部 到什么叉叉部 一堆这种东西 哪怕就算人家选你都是因为骗票 骗得了这个政权 同样的 你搞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现在是科学的东西 要用科学方向去印证 我今天我对这件事情 大家现在来追悼他 很多人就发了不平之名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追根究底 大家应该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当局 谁叫他闭嘴的 当然了 这网络上很多不当的流传 可是他今天他要用他的医生的这个 他是 他是doctor的 他是一个医生的 他发现了 最后他染病死了 死了大家才警觉这件事情 需要这样子死检吗 当然他不是死检了 他是因为不胜染病了 这个情绪像我们去看病的时候 医生都戴着口罩很冷漠 跟你保持一定距离 除了跟你处诊之外 处诊他也带了那个胶皮手套 都是怕感染嘛 因为你自己认为你没什么 可是他要接触的人很多 甚至于他自己也带菌 这是医生本来就是这样的事 医生是3D的工作 他在那个血尿跟死啊 血液尿液还有大便 医生这个实习医生 刚开始进入那个医学领域的时候 都要跟这三样东西搏斗 血液很容易传染 体液很容易传染 尿液嘛 尿液属于体液之一嘛 那大便排泄物 那里面细菌更多了 那所有的医生都要 都要跟这三样东西奋斗过 他最后才会得到那个执照 才会能够那个玄乎祭祀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这跟政党跟什么共产党 有什么鸟的关系 跟你这个宣传部 文化部 统战部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系是在于说 我刚刚讲过 再三 我再讲一次 你既然说 你说你是科学的 你崇尚科学 你为什么人家吹哨子的时候 你赶快去找其他科学家 下去研究 因为流行病是这样子 他是成那个爆炸性的传播 啪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 一传播开来 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第一个人发现的时候 你赶快去做基础研究 你不是要他封口封什么口 一旦封口就完蛋了 就像现在这样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是什么 见为之助 你会发现到一定小事情 小的时候 你不去赶快去做遏止的话 搞成现在这样 你什么火神医院 什么医院的 你搞得那么大阵仗什么东西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把危机浓缩到一点 把它消灭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 大爆发大流行 当然这流行病学 本来就是会这样子 而且它增值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我认为 这个情形就像什么 大家在相议街坛都很害怕 像我每天都戴口罩 现在因为口罩不够用了 所以卫生当局也在呼吁说 一般人不需要戴 只有那些跟人群很接触的人 你最好把那个医疗的口罩 留给医护人员 我之前也做了一集说 那个是不是能够用环保的方式 把那个口罩能够降低成本 然后大量生产 可以增产 我有做了一集那个 但我觉得那个 那些都是治标的方式 治本的方式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头脑 相信科学 相信实验 相信真理 这才是重点 不是相信什么政党 那些政党都是毒药 马克思说这个宗教是穷人的鸦片 其实政治的思想 也是一些鸦片 毒化某些东西 假如说你真的很科学的时候 你立刻就采取行动 你不要靠那些靠党校的那些 毕业的那些人 那些训练的那些 那些橡皮章子 那些木头脑袋的人 去领导这些东西 你在领导班子里面 多注入一些技术官僚吧 而且那些技术官僚 不是每天只在里面开会 到处到处跑的开会 是在实验室里面蹲点的人 就像这个死去的这位医生这样子 兢兢业业的医生 像这样子才是要造福人类的东西 什么政党 什么狗屁的官员 官僚 我都看了都觉得想呕吐 现在谁敢说 当初是我发的命令 不准他这样 你根据什么发的命令 你为什么要阻塞他的这个警告 他的警告只是叫大家穿防护衣 也没有说叫大家说 你就不要出门了 那怎么样 那现在死的最多的恐怕 还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因为他跟这个病毒最接近 他跟病人最接近 所以他是感染的几率最高 那如果是这样 这件事情从开始 我想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 在批判这个东西 我不想趁热度 我只想表达我个人的意见 我向来都认为说 这个不经意识不长一致 其实当年SARS已经有过了 有过例子了 在台湾我用一个比喻讲说 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的疫苗 还没有发明出来 还没有研究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 你懂得稍微有一点 维生物学的经验都知道 那个抗原需要 身体里面要产生抗体 才能抵抗免疫 那你要抗原 抗原有一种活性的 就是那些细菌的尸体 这病毒的尸体 那进入你的体内之后 那你体内的白血球 就会去吃它 就会消灭它 就增殖 这就是免疫的基本原理 就是这样 可是你要去怎么去存化 这个病原 病原体 这叫时间 要培养 要花很多的科学家 下去研究 所以不是一天两天 像SARS那个花了12个月吧 那这个疫苗是 据说要花6个月 而且再来 它这个疫苗的前面 COV的前面 有一个小N字 那个N字就是 它还会变化 它还会变化 怎么继续变化 就像H1 A1 H1 H1 H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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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H1 H1 H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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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细菌这些病毒天天都在变化 因为他要求生存 他要繁衍他的后代 他就要变化 就产生变种 这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防疫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因为他天天在变化 你天天都要监视 这情绪像说 一个监狱里面的玉轴 你要24小时轮班 你稍微有一班不在 监狱里面的囚犯通通逃掉了 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像以前台湾陈静心犯罪集团一样 白小雅命案陈静心犯罪集团一样 他还在逃 警察没有逮住他的时候 他还在逃人人自为 现在台湾面对这场灾难 这场武汉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的状态 就是这样 因为疫苗还没有出来 对抗这个病的药还没有出来 在这个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都人心惶惶 就像陈静心这些人 没有把他抓到枪毙 大家都是人人自为 但是注意 陈静心当年在逃的时候 有多少人支助他 也就是这个病 就是要防止这个流行病的 这个扑灭流行病原理的 同样的一个方法 没有人支助这个病原体的话 他就会被消灭 大家齐心协力的 像陈静心当年逃了这么久 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黑道人在支助他 谁在支助他 都是有机可查的 只是社会上不敢 媒体也不敢大幅的把它公布 治安单位也不敢把档案 真正全部公布 所以才会造成压制在那个地方 如果说大家同仇敌忾 要消灭陈静心 陈静心早就被消灭了 同样的这个疫苗状况 跟那个事完全一样 以上吴宗宸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谢谢